我們來看到針對這樣子的一個各種的限制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也開始訂出方針了 這是最新在24號 習近平主席這一天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全國科技大會等地做了一個講話 那也宣告今後呢要來加強 我們特別來看到畫面 黨中央的領導發揮舉國體制的優勢 他說要堅持中國特色自主創新的道路 A企業方面現在也跟進了大喊896加班制 這個是什麼等一下我們帶大家來了解 而這一集我們要來關心 大陸能不能在不畏懼外國制裁之下 拼出自己的一條道路嗎 從黨中央一直到企業內部 好 從習的談話我們可以看到 包括了黨國家路線都是要應付 現在來自於美國的科技的鬥爭 我們來看到中方的國家資本 國家機器會做出 接下來會有怎麼樣子的一些調整 馬老師 好 這個首先先提一點體外話 就是說感覺上這次習在講話 比較像是國務院總理應該講的話 當然我最近蠻好奇 就是為什麼李強在這種場合 他反而比較少說話而是有習 那習會給我們一個比較大的戰略方針 像是這個舉國體制 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道路 我覺得這像是習會講的話 但是感覺他現在管道比較細 那表示這個問題其實蠻重要 或蠻嚴重對他們來講 那2023年就是拜登政府去管制了他們的晶片的出口 事實上AI有兩個關鍵的要素 一個就是GPU就是這個晶片 那晶片已現在全世界的市占率 就是輝達占92% 然後AMD大概占3% 也就是全世界的份額有95%是從美國來的 那這些晶片如果也被管制住 其實對中國大陸來講 它的AI發展就會受到限制 那AI的第二塊是雲的這個他們叫做底層體系 就是基礎建設 那這兩塊應該是非常重要 我覺得在雲端這一塊 中國大陸應該是比較沒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它是一個 等於是一個存放的平台 但是在晶片的部分應該還是重中之重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年5月它的國家體制 把這個第三期款 3440億人民幣投注還是在半導體 因為半導體是所有的晶片之母 所以它必須要強化它半導體的自主 它才有可能把後面的晶片做出來 才有可能把它的AI發展下去 所以如果它是要自主的 如果它是要獨立於西方體系之外 去創造自己的體系的話 目前看起來國家機器 是往半導體這個方向走 而其他的這個協力的部分 就是雲的部分 像我們剛剛講這個阿里雲 或是這個其他的相關的平台 其實他們現在已經在配套的做準備 那我想這個是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未來一個方向 大概會往這兩個方向走 好 資金現在大筆的投入到半導體領域 才可以看到未來持續的在加強AI的發展 這個都是一系列相關的 這是中國大陸最近做了一個巨大的調整 我們現在也來看看 除了說政府的態度 產業大佬現在其實也配合中央 開始有了不同的這個定調 我們來看到是大陸的業界 這一位是捲王之稱的比亞迪 董事長王傳福他說 好 我們看到畫面 所有的企業家都要擁抱參與捲 這個字 他特別強調說擁抱競爭 在競爭中脫穎而出 再來是另外一家企業是這個電池大廠 明德時代是最早打入特斯拉 豐田比亞迪供應鏈的 那董事長這一位是曾鈺群 他也喊出 剛剛我們特別提到的 八九六加班制 就是說早上八點上班到晚上九點 一週我們工作六天 一起來奮鬥 一百天超過三個月的時間 好 我們來看到產業大佬 現在提出捲都有不同的看法了 不把捲視為過度競爭 應該要擁抱競爭 這時候如果歐盟祭出 上次有聊到 35%這麼高的一個關稅制裁 加拿大如果也跟進的話 真的能夠對大陸電動車造成傷害嗎 張靖老師 其實這個捲在網路用語之中出現過兩次 一個是有提手房 一個是沒有提手房 沒有提手房的那個捲根的內捲 也是說放棄努力了 水波逐流了 但是後來同樣也是一個發音 加了一個提手房 那個就是奮鬥努力就要拚 我們都知道像這個 就是說能夠當這個企業巨子 或者領導者都不是正常人 他們那個八九六算什麼 七十七 對不對 人家一般的人是925 他到711 這個一路全年無休 這都很可能 可是問題是你這樣子弄久的話 身心俱疲 事實上競爭力還是會下降 但不論如何 這個企業總是 這個面對競爭 有時候會刺激 會有這個就是說新的動力 像這個關稅 這個跟歐盟 或者說加拿大這個用關稅 我們仔細想想看 關稅只能影響到價錢 對不對 但是性能跟成本 還是要靠自己去把握 所以你只要能夠維持技術領先 你要性價比上 它就算因為關稅 然後會影響一些價格 最後的銷售一些價格 只要你的性能領先 然後有話語權 掌握了整個技術規範 事實上還是有很多 繼續努力奮鬥的空間 這個話是講得很漂亮 八九六好像說 我們八點做到晚上九點 事實上它的原因 是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你要到晚上九點 是因為它這些都是 全球性的延伸的企業 所以它到晚上九點 是因為考量時區的差別 有很多時候是在跨 那個就是說 開那個就是說 那個全球性的電訊會議 不是到了九點鐘 九點鐘人家其他人下班了 他跟其他國家 就是其他地區 他的分公司 在上班的人 還在繼續工作 所以它會要八點鐘做到九點鐘 好有關於八九六 等一下請上志哥來繼續幫我們補充 怎麼看這樣子做 能夠提高這個產業競爭力嗎 等一下請上志哥繼續來幫我們看 我們來看到剛剛說這個產業大佬 現在都在致力提高它的競爭力 那政府的部分當然也要跟進 持續的建立更好的一個硬體環境 今天我們來特別關注到深圳這個地方 最近的產業風向 大家知道吹上電動車 所以這邊呢 現在正在打造這個叫做超充之城 好主打是說 我只要一杯咖啡的時間 我就可以充滿電出發 那大概是這樣子 每充電一秒鐘就可以跑一公里的一個路程 預估呢 今年深圳市可以累積漸程達到一千座的超充站 這個數量會超過加油槍的一個數量 好有了強健的基礎設施 有助於電動車的發展 這將會成為接下來中國大陸 提升國內市場價值的一個最佳利益嗎 請上志哥來幫我們看深圳 我自己是因為2011年到2019年 就到香港深圳去從事新能源 包括電動車產業 我幫李嘉誠做電動車 所以跟著比亞迪跟著深圳一起成長 所以我不得不說這十多年來 包括在去年10月今年3月 到深圳你看大概你搭錯的車 其實在路上 你出租車計程車 99%都是電動車了 那自駕車當中有極高的比例都是電動車 特別在深圳 我想主要是這樣子 深圳作為一個比亞迪在深圳的 他的在地的這個接近性 這無庸置疑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深圳也很早就在扶植比亞迪 2011年我去香港的時候 而且不要忘了深圳市政府 他可不是政府啊 他還有深圳市是中國大陸在官方當中 少有的很有錢的地方政府的投資基金 所以他包括也是比亞迪的股東 所以他也要扶植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想其實作為中國大陸的各城市那麼大 13億人口14億人口 北上廣深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 城市之間的競爭都是很大的 北京作為政治中心 上海作為金融中心 所以深圳的定位 除了過去改革開放之後 這幾十年來一直要試著找自己的新定位 所以新能源是深圳很早就自我定位 也就因此說在整個城市競爭 而且不要忘了大灣區 有香港 深圳 廣州 惠州 亂七八糟 深圳自己在整個大灣區也很競爭啊 所以他為什麼電動車能夠做到這個地步 現在比加油站還多 就他真的是卯足了進來進行 而且我們其實講到斯敏 講到電動車都已經out了 其實最重要現在是講自動駕駛 全中國現在其實包括在大灣區地區 那深圳這個城市 當然因為它已經非常的富庶 所以你要它整個這麼擁擠的城市 做自動駕駛不容易 但是比如說大灣區南沙幾個新區 它那個全面的做電動自動駕駛 無人的這種無人的計程車 已經非常非常普遍 雄安新區也幾乎都是 所以呢電動車只是一個最基層 所以現在進一步的其實坦白講 我們要觀察一個程序的變化 是自動駕駛包括深圳 所以呢深圳我們要看到的 簡單來講一點就是說 現在這種所謂新能源的整體的這個匹配 從所謂的綠電太陽能 包括這個城市當中各區域的儲能 像寧德時代的電池 那電動車是會移動的 所以這一塊是做一個城市規劃建設 過去我們都講基礎建設 比如說中國大陸城市規劃 過去就是交通動線 過去就是審美大樓要蓋得很特色 這20年來都是這樣 但是這幾年進步已經科技導入 這個城市要怎麼做AI智慧化 包括電動車交通 每一樣方方面面 甚至連審美的漂亮LED 你變成聚能的一種所謂聚會型的看板 中國大陸現在的城市晚上都非常的漂亮 它就整個甚至電動車上 出租車上的廣告 跟大樓上面的LED的廣告是連動的 這種智慧的串連 現在是中國大陸在城市建設 非常重要的一環 深圳在這方面是非常非常領先 所以深圳也希望開發經驗之後 其他全中國各個城市 甚至包括上海跟北京都落後深圳 在整個智慧城市這一點 所謂變成整個中國大陸的表賽 最後一點 第一次全國科技大會 習近平跟整個政治局常委都去 習近平講說11年後 中國就變成科技大國 最重要的原因是可能一般大家不知道 十四五計劃 中國每年 所以2021年到2025年的十四五計劃 過去這五年計劃都想說未來五年要達標 所以2021年的時候 我當時看到十四五計劃 都沒有提到2025 全都在講2035 19項中國大陸的發展計劃 在2021年說要達到2035怎樣 當時我想新能源 我當時想說在吹大牛吧 結果這幾年看下來 電動車 新能源 AI城市建設 包括鴻蒙 包括各式各樣的 這確實是中國權力的推進 在2021年就鎖定 我們現在講11年後 所以這不是一個政治宣言 所以這是一個整個大國進度的部分 而深圳 恰好就是一個城市 智慧城市新建的代表 是 整個智慧城市的產業不斷的在發展 那上次又怎麼看 在人工的上面 現在說要施行896來催化整個產業的發展 您又怎麼看 怎麼辦呢 這個中國就是現在捲到爆炸 其實在疫情末的時候 包括我想最捲的真的是在杭州 跟北京 特別現在當中其實軟體業 因為現在剛講 中國現在所謂的新質生產力 涉及到跟科技產業有關的 包括半導體晶片也好 包括軟體也很好 包括AI 雲端等等的 這一方面所需求的 因為就像我們可以理解 我們這樣講吧 台積電 各位 台積電的文化就是24小時 台灣大概最捲的應該就是台積電吧 只是大家不好意思講 很尊敬台積電 可是台積電是多捲 中國大陸大概就不只是一樣捲 是還更捲 所以對於像寧德時代這樣的 它不只是說在中國大陸 是一個領先的一個企業 它在全球也是領先 那麼寧德時代能夠推出 現在就是充電 最新的電池 充電10分鐘可以保600公里 而且現在已經 它已經強到特斯拉都 過去自己做電池都已經好吧 快要決定 最近即將要跟寧德時代 要正式合作了 所以你要領先全球 不只是在中國市場領先 你當然要全新的投入 所以像真的是曾鈺群這樣子 寧德時代老闆 而且他還是中邪 就是政治現在自己也都涉入 他不得不 因為作為一個表率 二方面來講 全球也都在盯著他 尤其美國政府 你要面對地緣政治的壓力 你要面對全球市場的競爭 你要面對中國政府 政府方面 習近平高層對你的期待 你要面對民眾使用當中來講 覺得要滿足你 你要真正的很好 我想不決也不行吧 是 謝謝線上資格的補充 好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地緣政治 內中之爭 戰略價值 商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前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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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